第七百零八集 一股股蓝光 一道道极为玄妙的剑印和剑道 正在迅速凝结 这道剑印大小不过一寸 中心乃是一柄蓝色小剑 周身萦绕着磅礴的蓝光 以及无数蓝粒 细细看去就像是行星 萦绕着恒星环绕一般 无数蓝色粒子 萦绕着蓝色小剑 窥然间爆发出极为强横的气息 震颤了昆天的灵魂 乾坤剑印 疯 夜晨轻贺一声 便将蓝色剑印打入昆天的脑部 直奔灵魂深处而去 他转身持着九游使天枪 以枪刺出划破 像是火流星划过夜空一般 璀璨耀幕 无数枪缸化作陨石飞射而出 同时击中三位盗船大长老 三位盗船大长老同时被击穿防御 被死死地摁在地上动弹不得 夜晨没有出权力 毕竟后面还有十六位正副掌门要处理 否则他一箭祭出 便足以横扫了这八位盗船长老 夜晨 你对昆天做了什么 其他四位盗船大长老同时持着灵气 凝视着夜晨不再进攻 他们也知道不是夜晨的对手 心中早已没了震惊 剩下的只是恐惧 夜晨的噤声速度太快了 你们身为昆仑须八派长老 不为昆仑须献一份力量 反而是出手要擒拿昆仑须的人献给血灵族 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身份 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吗 说你们是畜生 就算是客气了 夜晨直见对着四位长老 已经感觉到了乾坤健印 侵入昆天的灵魂中 很快就可以封印住昆天了 他凝视着眼前几人道 你们要还是人 就跟随我一同对抗血灵族 你说的倒是轻巧 你知道血灵族的大能有多么恐怖 帝尊敬在他们那里都是最弱的 我们怎么反抗 其中三位道传大长老纷纷反驳 另外一人却是无奈地摇摇头道 夜晨 你以为我们喜欢这样做吗 没错 我们当中是有想要自己活命牺牲别人的人 但不是全部人都是这样 你可知道不贡献强者给血灵族会有什么代价吗 他情绪略微失控 声音粗犷起来道 那样的代价我知道 2700年前我们猪派不愿意一直贡献帝尊敬给血灵族 但代价就是血灵族四位入神境 三位半步入神境杀入昆仑虚中 三大顶尖门派覆灭 全部被屠杀 其他各派 每派出四位帝尊敬 到他们面前自财谢罪 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这位是青天门的道传大长老 轻无痕 显然当年也是受尽了侮辱 此刻情绪极为不稳 全部屠杀呀 帝尊敬九层天七位 其余帝尊敬一百七十八位 道元敬上千 其他都是虚王敬之下 包括老弱病残以及妇孺 全部战死 不 甚至不能说是战死 他们是被屠杀致死啊 青无痕说着说着 眼眶都湿润了起来道 我的妻子 我的兄弟 甚至我的孩子 当年都在这三派中修炼 可是他们全部都死了 你看见过那种场景吗 石山血海 鲜血汇聚成了一条河流 三大门派的 甚至连山头都被磨平了 彻底消失在了昆仑须的历史中 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青无痕愤怒地叙述着 你以为这是第一次 我们知道 你可能收编了血液门了 他长呼一口气道 千年前 当我们知道血液门 想要不贡献 帝尊敬强者给血灵族 我们宁愿让皇家老祖 抢先击毙了血液门 第五任正副门主 也不愿意帮助血液门 我们不是在害血液门 我们是在救血液门 死两个门主 好过全派上下都死干净了吧 所谓正义 这就是正义 能多救几个就多救几个 他是从上古时期存活下来的人 见到了这种情况 说真的 从中立的立场来看 他是对的 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叶臣也怪不得他 要不是皇家老祖 击毙了血液门第五任正副门主 血液门真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血灵族入神境降临 即便寒云那几个 帝尊境九层天的人 也挡不住 只能躲 血液门必然是全派覆灭 没想到 昆仑须已经难到了这种地步 原以为 他们只是甘心做狗 没想到是这 轮回之墓中 血七叶百感交集 换作是他 他得怎么做 一两个人一腔热血可以 反抗可以 但不能带动整个门派被屠杀 下一刻他道 叶臣尽可能说服他们 对于强者而言 即便灵魂封印在墙 也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 唯有他们心甘情愿跟随你 我们的目的才能最大化 严宝 血七叶看向聂百剑 轻然笑道 当初 你也是这样的吧 以人为本 收心为主 镇压封印是永恒的 但绝难收服他们的心 只有收服了他们的心 才能让他们甘心跟随 甚至为你去死 去送死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 永恒收服啊 聂百剑徐徐说着 他封印过百位强者 即便是入神境和神亡境 都有不少 他也知道 利益和强行镇压 收服是最简易的 但不是永恒的 唯有收心才是永恒的 但也是最难 要花费的时间和努力也不少 目前昆仑须 只能软硬兼施 收服了这八人 才能收服那些门主 甚至收服整个门派 血七叶一眼便看出了眼前的问题 他看向夜臣说道 夜臣 这八派其中四派 有四位帝尊敬九层天的老家伙 已经赶来了 当然 韩云也来了 待会儿 如果你能说服他们 对我们的进展会更快一些 夜臣 有实力强行镇压 强行收服吗 有 但是强行收服后 不仅会引起他们的怨恨 甚至会激起他们的反应 甚至会出现不要命 也要在灵魂封印 震碎他们灵魂之前 倒打夜臣一耙 修士强者 都是有尊严的 被封印 已然是侮辱 为了活命会帮夜臣 但让他们尽心尽力 绝不可能 出五分力 都算顶天了 唯有收心 才能让他们尽全力 去相助夜臣 统领昆仑须 对抗血灵族 因为昆仑须的实力太弱 不能出差错 否则夜臣或许没什么事 但昆仑须上上下下 都要遭遇灭顶之灾 情无痕 想必你知道昆仑须的底蕴 越来越弱了 两千多年前 要成为帝尊境很容易 因为灵草灵药很多 都可以炼制丹药 催动修炼 但持续下去呢 现在的灵药和丹药 已经不足当年的十分之一 若再过千年 昆仑须便是一位帝尊境 都培养不出来了 到时候你怎么想呢 夜臣看着边上 清醒过来的昆天 继续说道 到时候 即便想反抗 也没有这个力量 他盘算一番 血灵族 对待一个连帝尊境 都培养不出来的位面 你觉得会是什么手段 夜臣看了一眼边上 梁岳掌门和昆仑宗宗主 说道 你觉得 他们会放过你们吗 觉得你们 没有用处了 也没有威胁了 所以走了 要是有这种想法 他们早就走了 根据血灵秘境中的 六个血灵族人 你们都知道 血灵族好战 好杀 喜好折磨人 凌辱人 一旦昆仑虚 连压制的必要都没有 那结果便是被抓去血灵族 修为高的 工人凌辱玩乐 反正就是一些 境界低下的 卑贱之人 可以挂在城中 但凡心情不爽的人 都可以蹂躏 鞭打一番 至于境界低的 夜臣冷笑两声道 你们见到过 华夏古代时的俘虏吗 清无痕豁然间神色一变 猛地凝视着夜臣 其他几位道传大长老 也凝视着夜臣 眼神都变了 清无痕问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们终究还要死 未必 因为对那些血灵族来说 你们境界太低 虽然他们可能不杀你 但是你们要承受万般痛苦 甚至沦为试验品 你们现在确定 还要站在血灵族的一边吗 夜臣的声音不小 即便天罗阵中 诸多天才和掌门 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冰冷的目光扫了一眼众人 继续道 你们问问自己 要是你们是血灵族 那样好战是杀 是血的家伙 有这么一座 没有强者的位面了 你们会放任里面的人 自生自灭 要真是这样 血灵族早就走了 夜臣这些话一说出来 无论是八大道传长老 还是地上躺着 失去战斗力的 帝尊敬长老 此刻心都有些动摇了 夜臣说的没错呀 现在至少还有帝尊敬 血灵族最多只是需要供奉 需要奉其为主 若持续下去 昆仑须到了连帝尊敬 都无法产生的时候 血灵族恐怕就不会这样了